这里是我认为在经过滇藏县丙茶茶路段时最值得去的一个地方 能近距离接触梅里雪山 是离梅里主封卡瓦格国最近的村庄 有草地、枯木、溪流、原始藏寨、淳朴的藏民、金帆、牦牛 这里只居住着四户人家 这就是梅里雪山的后花园 藏族原始村落、世外桃源、甲印村 从茶瓦龙乡到甲印村 必须经过一段高海拔的没有护栏的 悬崖绝壁上约60余公里的非铺庄烂路 这是我曾经走过的最烂的一段路 颠到脑壳城 大概要两到三小时 不管开车还是坐车都会让人非常的崩溃 最好是有丰富的越野经验 技术比较好的老司机 驾驶越野车 并且秋冬季节一定要被防滑链 否则山路凶险较难到达 中间要翻越海拔约4500米的崖口才能到达甲印村 这里海拔3700左右 跟林南嫡庆的雨崩村看起来有点像 其实雨崩在梅里雪山的德青方向 甲印在梅里雪山背面 两个地方都是梅里的顶级观景平台 这里4-6月山花烂漫之后便是夏天的漫长雨季 9-11月秋色变山之后便是冬季的危险雪路 静收眼底的梅里群峰千姿百派的森林 林间的碎石路都让人大饱眼福 这里至少可以玩一到两天 可以选择徒步至冰湖 大约几公里 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到梅里雪山的倒影 行程没有难度 前面基本是平路 负面只有不到一公里 也不太走的小山坡 也可以在村口选择坐摩托车 虽然很刺激好玩 但是现在没有防护 希望以后可以改善 请大家谨慎选择 甲印村目前还在开发中比较人生态 一些设备还不够完善 但它很可能是未来的另一个乙峰村 这里目前只有一家客栈 也可以自在帐篷露营 但是海拔较高 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 关注我带你游藏区